那么刚才呢 我们所讲出的是第一个 就是关于租赁负债的出入计量的 第一个输入值 叫租赁付款额 内容很多 那么第二个输入值呢 就是折现率 然后折现率从考试角来说 一般是作为呢 一直强劫 但是他有时候考试的时候 可以考你表述啊 就是你对指线率 这个输入值的这个理解 那么租赁负债呢 应当按照租赁期开始 稍微支付租赁付赁付款额的限制呢 进行出入计量 那么这一点呢 刚才已经讲过了 那么在计算租赁付款额的限制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折现率怎么选择呢 要注意应当采用 什么叫应当采用啊 通常情况下 或者首选 是这个意思 应当采用什么 租赁内含利率 来作为的折现率 如果无法确定 租赁内含利率的 然后应当采用的是 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作为折现率 所以考试的时候 关于折现率应该怎么选 要注意是按照这个顺序权 你别上来 就是说应当按照的 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所以折现率就错了 我确实没有办法确定 租赁内含利率了 才确定 才使用呢 承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来作为呢 折现率的 这个是我们讲的 关于折现率 你确定了 这个一个顺序 你顺序打乱了 你表述就有问题 当然也是要作为考证 那什么叫租赁内含利率呢 这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概念呢 做一个解释 但我们后面再讲到 这个第三节 出租人的账户处理书 也会讲到 租赁内含利率 因为这个租赁内含利率 它指的是出租人的 租赁内含利率 它是指出租人的 租赁收款额的限值 与未担保余值的限值之和 等于呢 租赁供应价值 与出租人 出使直接费用之和的利率 那简单来说 能够使两者相等的利率 那么这个利率呢 就是我们讲的折现率 那如果你要学过财款 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利率呢 它的计算呢 相来说就理解上 或者等式的建立上 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租赁内含利率 指的是出租人的 租赁内含利率 所以呢 在理解租赁内含利率的时候 你要站在出租人这个角度 来理解这笔业务 首先 对于出租人来说 租赁收款额 租赁收款额 还有呢 未担保余值 这些对于出租人来说 是出租人的什么 未来的现金流量 而这个右边这一部分呢 比如说租赁资产的 公允价值 这个是什么呢 是属于未来的现金流出量 这个呢 是未来的现金流出量 出使职业费用呢 自然也是现金流出量 我们说的是啥 说是出租人 关于出使职业费用 因为出租人在租赁业务过程中 他也会发生出租费用啊 所以说出使职业费用呢 是出租人的现金流出量 这个很多图片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有图片可能就不理解说 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为什么是一个现金流出量 这就涉及到呢 关于财管上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这个现金流量 你怎么 就是它的方向问题 那如果说 站在出租人这个角度 比如说这个租赁资产 它的供允价值 比如说供允价值 比如说就按照市场价值来算 比如说是1000万 本来这个租资产 现在如果对外出租的话 可以卖1000万 结果出租人他没卖 干什么呢 他出租了 他租赁了 那就说他失去取得这1000万的机会 就是说他失去了这1000万现金流入的机会 那么在财管上 失去的流入叫什么 叫流出啊 所以呢 在采访上关于现金流量 它的方向的确定是有两句话吗 第一句话 失去的流入叫流出 失去的流入叫流出 那节约的流出呢 叫流入 所以要理解一下 关于租赁资产的供允价值 实际上是作为出租人 失去的一项现金流入 所以呢 失去的流入 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现金流出 所以呢 这一边都把它称之为 现金的流出 那这一边呢 就是我们所讲出的 就是关于现金的一个什么 现金的流入量 比如说租赁收款 我可以收到 担保余值 我们也可以收到 所以呢 关于这一边呢 是我们所讲的 现金流入量 现金流入 而这一边是什么 是现金流出 能够使现金流入的限制 等于现金流出的限制 使这个等式成立的责限率 使这个等式成立的利率 或者责限率 就是我们讲的 租赁内涵利率 所以这一边叫什么 叫现金流入的限制 而这一边叫什么 现金流出的限制 能够使现金流入的限制 等于现金流出的限制 能够使这个等式成立的责限率 我们把它称之为 租赁内涵利率 就是说 你在计算租赁内涵利率的时候 我先建立等式 那你这个等式建立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关于呢 未来现金流入的限制 未来现金呢 流入的限制 等于呢 未来现金呢 流出的限制 你先把这个等式建立起来呀 等式建立了 那么这个等式里边 唯一不知道的就是它了 所以你完全可以通过了 差值法来计算的 租赁内涵利率 原理呢 一定要讲清楚 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租赁资产供应价值 为什么现金流出量 我们再这个啰嗦一遍 失去的流入 把它称之为呢 流出 节约的流出 视为流入 当然刚才我们在计算 租赁内涵利率的时候呢 会设到一些名词 比如说 什么叫未担保余止 这个含义呢 了解一下 它是指资产的余止中 出租人无法保证能够实现 或者呢 仅由与出租人有关的一方 予以担保的部分 知道一下即可 那么刚才还是有了一个 非常壮的名词 叫出使直接费用 那么出使直接费用呢 是指未达成租赁 所发生的一个增量成本 所以呢 出使直接费用 先搞清楚它的性质 它是一个增量成本 那什么叫增量成本呢 所以增量成本 它是指企业不取得 该租赁就不会发生的成本 一定要注意 不取得就不会发生 那你告诉我取得和发生 谁在前谁在后呢 当然是取得在前发生在后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成本啊 它发生的时间节点 我到底是在取得租赁之前发生的 还是在取得租赁之后发生 所以呢 不取得租赁就不会发生 那么这样的成本 把它称之为呢 增量成本 那具体包括哪些呢 包括佣金 还有什么 印花税 那这里面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印花税 我们前面在讲述 负债章节的时候 也讲过印花税 印花税通常怎么处理呢 印花税通常是要进入到税金及附加的 是要进入当期损益的 但是不是所有的印花税 都是费用化的 有些是要自费化的 所以呢 这个处置费用 它处置费用是包括印花税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结合负债章节呢 来进行出题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要求你小心一些 所以呢 你不要形成一种定时 说所有的印花税 都应该进入到当期损益 有些就不是 所以呢 从这个重点准则这项规定里面呢 就充分体现了 关于印花税啊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呢 是要资本化 是要进入到资产成本里面去的 接着往下看 那无论是否取得租赁 都会发生的成本 那么这种呢 就不属于呢 出入职业费用 就它不是一个增量成本 那么哪些 是不属于出入职业费用呢 就是哪些不属于增量成本 那么实际上 教材也是举了一些例子 那么这些案例呢 我们要求是要被送的 比如说评估是否签订租赁 发送的参与费 还有呢 法律费用 那么拆礼费吧 你有可能说 这个合同还没签订下来 我也会发生拆礼费的 所以拆礼费 和我取得租赁 稍然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不取得租赁 就不会发生成本 简单来说 取得租赁赁 成本发生在后 那么这样的成本呢 一般称之为呢 增量成本 所以呢 对于初始直接费用 一定要注意呢 它的一个构成内容 包括哪些 这一部分呢 是可以呢 直接出题的 那如果是属于刚才 我们所讲述的 不属于初始直接费用的 那么针对这一类费用 那么应当在实际发生时呢 是要进行发生损益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第十四章的第八个例题 就是关于呢 主要建立的确定问题 那么成本一家公司 已出租义公司呢 先立了一份车辆租赁合同 租赁期呢 15年 明确的告诉你 租赁期15年 不需要你来进行识别了 那么在租赁开始日 这里边呢 一定要注意的 它的表述 不是租赁期开始日 那么这个车辆的 供应价值呢 是10万元 以公司预计在 租赁结束时 其供应价值 括号 就是未丹毛余值呢 将为1万元 那么付款额呢 是每年二三万 于年末支付 义公司发生的 出租职业费用呢 是5000元 这里边要搞清楚 假公司呢 是乘租人 义公司呢 是出租人 我们先看一下 关于这个义公司啊 出租人 他需要计算 租赁利利涵利率啊 那么计算 租赁利利涵利率 先进行等值 这个等值 基本依据是 未来现金 流入的限制 等于未来现金 流出的限制 那么对于出租人来说 未来现金 流入的限制 未来现金 流入的限制 包括哪些 那实际上就是 我们所提到 每年的 这个租赁付款额呀 成租人是租赁付款额 那你出租人 就是租赁收款额 每一年呢 是两万三 所以呢 两万三 是乘以的 因为租赁利利息 是五年 所以乘以的 五期的年金 限制系数 但这里边呢 还是要注意 关于公允价值 因为根据呢 所给的相关抢奖 以公司 预计呢 在租赁期结束时 其公允价值 是多少呢 是一万元 这就刚才呢 我们所讲述的 关于未担保余值 未担保余值 那么 是多少呢 是一万元 所以这个一万元 你要计算呢 它的一个限制 所以呢 要乘以的 五期的 复利限制系数 所以整个等号的 右边呢 就是等号的左边 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等号的这个 左边 把它称之为呢 未来现金呢 流入的限制 而等号的右边呢 是未来现金 流出的限制 未来的现金流出 就是刚才我们 所提到的 就是 就是 关于呢 租赁资产的 供应价值 还有呢 出租人 所发生的 出入职业费用 那么供应价值呢 也是作为呢 也是常见的 供应价值呢 是十万元 然后发生的 出入职业费用呢 是五千元 这个呢 这两项内容 对于出租人来说 是出租人的 现金流出 都是发生在呢 我们所讲述的 租赁期开始日的 所以呢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呢 未来现金的 流出的限制 未来现金流的限制 等于未来现金 流出的限制 然后呢 先把这个等式呢 建立起来 那么建立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来计算呢 这个利率 就是我们讲的 折现率 小写字母啊 那怎么来计算呢 那就是用到的 财务成本管理那一套了 我们先采用的 逐步测试 也就是说 我们先采用的 逐步测试 要采用的 逐步测试 那么逐步测试 怎么测试呢 就是说 我们先假设呢 2等于呢 5% 然后代入到了 这个等式里面去 那么代入等式之后呢 这个等号的左边 那么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107413.5 然后再假设呢 2等于6% 然后计算等式的右边呢 等号的左边呢 就变成10435.2 要104358.2 当然有同学可能会说 那怎么测试出 为什么要采用 取2等于5% 为什么不取2等于10% 因为瞩目测试法嘛 他一定要先确定一个 找出一个2等 找出一个主线率 然后呢 是等号的左边 所计算的结果怎么样 他要小于什么 他要小于呢 10505千 然后再找一个2呢 就是这个是大于 10505千 然后再找一个呢 主线率 计算了等号的左边呢 然后呢 是小于呢 10505千 一定是要找一个大于一个是小于的 然后才能采用到第二种方法 主线测试完之后呢 才是我们讲的 关于呢 差值法 当然有同学可能说 为什么直接这么巧 就是2倍5% 这是我们教材上 已知答案 那如果说你都不会这种方法 你可能测到年底 你也测不对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不会 让你采用这种方法 然后来计算什么 租赁内涵利率 考试的时候 租赁内涵利率 是作为已知抢劫 差值法 什么主步测试法 这是财管科目呢 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里边呢 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你有财管基础知识 这些呢 你是能听懂的 当然你没有财管知识呢 可能就一头雾水了 当然这也不影响了 我们考试了 所以呢 经过测试 到2.5%的时候 那么等号的左边计算结果是 1074.13.5 是大于10万5千的 然后呢 再提高主线率 2.6% 那么计算结果是104358.2 是小于10万5千的 那是中号 然后呢 再采用呢 我们所讲的差值法 那差值法实际上就是 我们讲的 根据呢 直角三角形的特别关系 按照刚才呢 我们所给出的一支抢劫 根据呢 引入的数据 当主线率呢 是5%的时候 当主线率是5%的时候 我们计算的结果是多少呢 是1074.13.5 当主线率 是6%的时候 因为这个6%呢 它肯定是在5%的 右边了 啊 所以呢 计算结果是1043.58.2 然后呢 把这两点确定完了之后呢 连成一个线段 那么在这个线段上 一定能找出一点 是10万5千的 这没问题吧 这样我们就可以呢 建立呢 这么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再根据直角形的 找出一点呢 是10万5千的 那么这个10万5千 所对应的横竹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要你计算的 我们讲的这个内涵 就是纸线率嘛 实际上也是我们 让你说你来计算的 这个租赁内涵利率 然后再根据呢 只要三角形的 等边关系 那就是线段之比嘛 比如说线段之比 那就说关于呢 这一段 与这一段之比 然后呢 这一段与这一段之比 一定要知道说是哪一段 这样我们就可以呢 根据直角三角形 等边关系呢 来建立一个等式了 那么这个等式里面 唯一不知道的 就是这个小写字 完全是可以求出来的 那么这种方法呢 把它充值为呢 差值法 但是差值法的前提条件是 主不测试法 如果你主不测试 测错了 因为我们一般找这个 大于呢 10万5千的 而且是最接近 不但要大于10万5千 而且是最接近 10万5千的 你小于10万5千 而且也是最接近 10万5千的 需要这个利率呢 是很难找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所以就刚才我们讲的嘛 考试的时候 他绝对不会考你 主不测试 还有的差值法 所以这个呢 你能听明白了 更好 听明白了 对考试呢 也不会产生了 认同的影响 一句话 租赁内涵利率 会作为已知条件 出现在实践中 好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使用权资产的 初始纪念 对于使用权资产 它是指承受人 可在租赁期内 使用了这个资产的权利 这个含义呢 做了解了就可以了 说什么叫使用权资产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 个人建议呢 了解即可 这个不做考点 但是需要掌握的是 那么在租赁期开始 成租人应当按照 什么计量属性 然后呢 对使用权资产 进行出入计量 是按照成本 对使用权资产呢 进行出入计量 那么这个成本呢 包括了以下的 四项内容 当然这里边呢 这个四项 实际上也是给出了 一个计算的负责 那第一点呢 一定要注意呢 这个出入计量 实际上 也是在租赁期开始 和租赁负债呢 是一样的 租赁负债呢 是按照 稍微支付的 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使用权资产呢 是按照成本呢 进出入计量 随着两句话 可以放到一起呢 进比较掌握 那么针对使用权资产 它的出入计量成本呢 一共是包括了 这么四项内容 那么第一项呢 是关于呢 租赁负债的 出入计量金额 刚才呢 已经讲过了 租赁负债的 出入计量金额 是根据的 商务支付 租赁付款额的 限制呢 已经确定的 那么第二项 工程内容呢 是在租赁期开始日 或者是呢 之前 已经支付的 租赁付款额 就是说 可能 已经预付了 一部分 租赁付款额 预付的这一部分 也要进入到呢 使用权资产的 出使计量成本 那么还有一项呢 就是关于 承租人所发生的 出使职业费用 那出使职业费用呢 是要进入到 使用权资产的 取得成本啊 不是进入到 当期损益 还有一项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承租人为了拆卸 或者移除租赁赁 复原租赁赁 所在场地 或者把这个租赁赁呢 恢复至 租赁条款约定 这个状态 预计呢 将要发到成本 实际上和我们前面所讲的 关于第三章的 这个固定资产 关于呢 那个核电站的核设施 它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一个呢 恢复支出 所以这一项 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个恢复支出 那么这个恢复支出呢 也是要进入到呢 使用权资产的 出使计量成本 这是关于 使用权资产出使计量成本 通常是包括了 这么四项内容 要求呢 是要被送的 那这里面呢 我们还需要注意呢 在决定使用权资产 出书成本的时候呢 还要考虑了 租资产基地的问题 那么所以 租资产基地呢 是出租人呢 为了达成租资呢 向乘租人 所提供的优惠 包括了两项内容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 那么关于 出使职业费用呢 刚才我们在讲解 关于租资 内含利益的时候呢 我们也提到过了 出书职业费用 主要这个出书职业费用 它的含义啊 内容上是一样的 所以出书职业费用呢 是为了达成租资呢 所发生的一个增量成本 所以呢出书职业费用呢 一定要具体的性质 是一个增量成本 那什么样增量成本呢 我们刚才讲过 也就是说 不取得租资 就不会呢 发生成本 一定要具体取得在前 发生在后 也就是说 一项成本 它到底是不是增量成本 一定要具体 它发生的时间节点 一定是取得租资之后呢 才发生的 比如说 关于佣金啊 还有呢 银行税 特别是刚才呢 我们强调这个银行税 那这里的地方是资本化 还是费用化 资本化的 因为它的作为呢 出使直接费用 是要进入到的资产 使用权资产 它的出使计量的成本中的 这里边呢 还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否取得租资 都会发生成本 那么这样的 这样的一项支出呢 它不属于呢 出使直接费用 那刚才呢 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差利费啊 还有呢 法律费用等等 那么这类费用呢 应当是在实际发生时呢 就要当机所谓的 这是关于呢 使用权资产 它的出使计量金额 包括了这么四项内容 其中第一项要看清楚了 是关于租赁附贷的 出使计量金额 也就是说 租赁附贷的出使计量金额 你确定错误了 那使用权资产的出使计量金额 也不可能正确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的时候呢 是先讲什么 租赁附贷的出使计量 然后再学习呢 使用权资产的出使计量 那么针对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第四项内容 就是关于呢 亏复支出 关于第四项成本 承租人应当在其有义务 承担上述成本时 将这些成本呢 是要确认为 使用权资产成本的一部分 是要进入到 使用权资产的出使计量金额 但是 承租人由于在特定的时间内 如果是将使用权资产 用于生产存货 而发生的上述成本 那么这个成本呢 或者这一项支出 就应当的按照存货诊责的规定 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简单的来说 如果承租人发生的上述 第四项 就是关于呢 第四项成本 如果是与生产存货相关的 应该是要进入到 存货成本里面去 它是这样来表述的 然后确认和计量呢 我们是按照的后项诊责的规定 那么针对承租人发生的 与标的资产建造 或者设计相关的成本的快据处理 注意它的表述即可 那么承租人发生的 与标的资产建造 或者设计相关成本 注意呢 使用其他的相关准则 比如说呢 固定资产准则 那么与标的资产的建造 或者设计相关的成本 注意呢 它是不包括 承租人为获得标的资产使用权 而致富的款线 因为为了获得标的资产使用权 而致富的款项是属于什么 租资产额 这个租资产额呢 是要进入到 使用权资产的成本里面去的 而不是说什么 进入到固定资产 虽然针对承租人发生 与标的资产建造 或者设计相关成本的快据处理 那个人建议呢 在学习的时候呢 注意它的表述就可以 考试的时候呢 可以呢 直接拎出来 所以选择起的选项 而且是表述型的内容 不会涉及到呢 计算的问题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关于第十四章的第九个案例 涉及到呢 关于使用权资产的 初始计量 成属人甲公司呢 就某栋建筑物的 某一层楼 与初租人乙公司呢 是签订了 为期十年的租资协议 而且呢 是享用了 五年的续租选择权 那有关资料如下 初始租资期内呢 不含税租金呢 每年是五万元 那么续租期间内 每一年呢 是五万五千元 那所有款项呢 应当是于每年年初支付 那考试的时候 如果真的涉及到计算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租金 或者叫租资付款额 它发生的时间节点 这个呢 是在每年年初的 来进行支付的 因为它会影响 现实的计算 那为了获得该项租资的 假公司发生的 初始职业费用呢 是两万元 那么其中一万五千元呢 回向该龙从的 前任租货的支付的款项 还有五千元呢 是向房地产中介呢 所支付的佣金 那么作为成存人 假公司所发生的 这个两万元 直接告诉你的 它的性质了 都不需要你来判断了 叫什么 叫初始职业费用 那初始职业费用怎么处理呢 刚才已经说了 是要旧到使用权资产 到初始这辆金额 但是作为对假公司的基地 以公司同意补偿 假公司五千元的佣金 五千元对于假公司来说呢 它是支付给了房地产中介 但是出租人呢 以公司同意补偿 假公司的这五千元的佣金 因为这整个两万元呢 都要旧到使用权资产成本 如果出租人愿意承担五千元 那么这个五千元呢 在冲减的使用权的 初始竟然进入 那么在租资期开始 假公司评估后认为 不能合理确定呢 将行使了租资产 那就是呢 刚才的对资料一个阅读 也就是说假公司呢 它是有一个五年的续租选资产 那如果续租的情况下呢 每一年是要支付五万五千元 但是关于资料是明确的告诉你 在租资期开始 假公司经过评估了 评估后认为了 不能合理确定行使租资产 所以整个的租资期呢 它不是十五年 是十年 这一点呢很重要 那么假公司 无法确定了租资的内涵利率 那么在计算 比如说租资贷债的 出入计量金额的时候 那么这个借鉴率呢 才能是增两借款利率 所以呢 这个是存在的 已是强见的 然后这个利率呢 它反映的是假公司 以类似抵押条件 接入期限为十年 于十五千资产等值 相同币种的借款 必须的支付利率 这话没什么意思 它直接都告诉你的 无法确定租资的内涵利率 那么我们在计算限制的时候呢 就应当采用 乘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 那么关于这个 下面这两句话呢 实际上是针对呢 这个增量借款利率呢 它所做的一个解释 这个你知道就可以了 这个没什么处理点 那为了简发处理呢 我们假定不考虑呢 相关税费的影响 那么根据呢 刚才呢 对资料的阅读 这个租资期开始呢 我们需要呢 对租资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要进行出入计量 所以呢 在做题的时候呢 你最好按照我们这种方法 然后在草纸上呢 画出时间轴 标出时间 标出现金流 看起来就非常直观 因为租资期已经确定了 不是15年 是10年 因为这个 经过评估啊 这个承煮理想公司呢 它不会行使租资账 租金的支付呢 是在每一年的年初 一年支付呢 是5万元 然后呢 在租资期开始日 发生了初始职业费用 2万元 要具有到使用权资产成本 但是呢 出租人同意补偿其佣金呢 是5000元 这是所有的现用量 那么作为承煮假公司 我们看一下呢 它的相关的业务处理 因为我们这一点呢 就是讲 承租人的账务处理 首先呢 第一步先计算 租资期开始日 租资付款额的限制 并确认呢 租资账和使用权资产 那么在租资期开始日 假公司支付 第一年的租金是5万元 并以剩余9年的租金 每年5万元 按照5%的年率 折现后的限制 来计量的租资账 所以一定要看懂这个 什么叫租资账 上位支付的租资付款额 那么站在这个临时点 也就是我们讲的 叫租资期开始日 这个临时点实际上就是关于 租资期开始日 也就是说在这个租资期开始日 那什么叫上位支付的 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上位支付的 这些都是我们讲的 上位支付的 那么在租资期开始日 已经支付的这5万 可不是上位支付的 租资付款额 那就是说临时点 租资期开始日 已经支付的这个5万元 不能用来计量租资账 这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 是以能剩余9年 按照5%的年率率 来计量的租资负债 那剩余9期的租资付款额 一年是5万 9年一共是45万 那租资负债 那就是根据刚才我们讲的公式 上位支付的租资付款额的限制 所以我们是根据的5万元 乘以的 只限率是5% 期限是97的 普通年金限制技术 你现在别问我 什么叫年金限制技术 刚才已经提示你了 如果限制这个工具 你没学好的情况下 先把限制这个工具 给它掌握好了 然后再学了 中立业务的具体业务处理 所以我们是根据的5万元 乘以的 只限率5% 7为97的 普通年金限制技术 那么计算结果 是355391元 这个是作为 租资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那么针对未欠融资费用 那未欠融资费用 实际上就是 上位支付的租资付款额 与上位支付的 租资付款额的限制 之间的一个差额 上位支付的租资付款额 计算结果是45万 上位支付租资付款额的限制 刚已经算过了 是多少呢 是355391元 他额的部分呢 作为未欠融资费用 然后来编制呢 相关的管理费用 按照刚才呢 我们所讲到的 关于实用权资产 它的初始计量呢 主要是按照成本呢 来进行初计量 而且实用权资产 它的初始计量金额呢 是包括了四项内容 第一项内容 就是我们讲的 租资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这是我们讲的 关于呢 租资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还要再加上 在租资期开始日 已经支付的款项 已经支付的租金多少呢 5万元 这个也是要既有到 这个实用权资产的 初始计量金额的 借记的实用权资产 然后代记呢 租资负债 租资付款额 这个租资付款额 只是上位支付的 租资付款额 所以呢 是拿5万乘以97 45万 关于未欠融资费用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差额 差额呢 是根据上位支付的 租资付款额 然后减缺的 租资付的 租资付款额的限制 差额呢 是要作为 未欠融资费用的 这是关于呢 刚才我们所计算 整个租资付贷的什么 租资付贷的 初始计量金额 只不过呢 在编制快据分钟的时候 涉及到 明信科目的时候 租资付款额 还有涉及到的 一个未欠融资费用 但是它合计实际上 有多少 就是刚才我们所计算的 355391 然后还代记呢 这个银行存款 这个代记银行存款呢 是刚才呢 我们所提到 就是在租资期开始 这个时间节点上呢 已经前期呢 支付了这个 5万元的租资 代记银行存款 就是第一年的 租资付款额 那么第二步呢 将初始直接费用呢 就有到了 使用权资产的 初始成本里面去 因为按照的 准则的规定 承租人所发生的 初始直接费用 也是要记得到 使用权资产的 取得成本 一共呢 是发生2万 所以呢 是借记呢 使用权资产 代银行存款2万 但是里面呢 还需要注意的是 那么出租人呢 实际上呢 又给予呢 成租人 5000元的 一个租资基地 所以呢 还需要呢 将已经收到的 这个租资基地的 金额呢 要从使用权资产的 账面价值中呢 来进行扣除 然后借记的 银行存款 代记呢 使用权资产 金额呢 是5000 它虽然是一项呢 租资基地 但是不可以作为 租资负债的一个减少 因为它不会影响 尚未支付的 租资付款额 这是前面呢 我们刚说过的 关于租资付款额 怎么确定的时候 我们是举了这个例子的 所以呢 我们在编制呢 所以我们在 经营商工处理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要从 使用权资产的成本里边呢 要给它扣除的 那么经过呢 上述的计算 那么假公司 使用权资产的 出售成本是多少呢 是420,391元 这个呢 是我们这一体 它的一个真正的靠近 所以教材这个立体呢 是完全可以出 计算型单向选择体 也就是说 在租资期开始 就是承除你假公司 使用权资产的 出售计量金额是多少 那就是420,391元 当然如果说你的业务呢 非常数量的情况下 你也是可以呢 把这两笔合为一笔 或者说你把这三笔 跨离飞路合为一笔 也是可以 所以我们对于呢 初学的学员来说呢 你也可以呢 这个分业务呢 还编制了相关的跨离飞路 那么对于刚才呢 我们所讲述的是 关于 初始计量的问题 就是关于租资账 还有呢 使用权资产的 初始计量金额 当然重点呢 是放在了 租资账的 初始计量金额 那么使用权资产 那么它的 初始计量金额呢 内容上来说 不特别多 你只要把租资账 初始计量金额 计算正确了 然后作为使用权资产 初始计量金额的 一个组成部分 然后呢 再加上呢 使用权资产 初始计量金额的 其他内容 就可以呢 正确地计算了 使用权资产的 取得成本 到这里边呢 还有一些呢 比较重要的指定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初始职业费用 初始职业费用 承租人 这个 初始职业费用 应该如何呢 来进行呢 相应的账务处理 那到底是 进入到当机损益呢 还是进入到 使用权资产的 取得成本呢 刚才我们也讲了 关于初租人 发生的 初始职业费用 承租人发生的 初始职业费用 如何呢 来进行快据处理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 也是比较的 容易出口关提的 那么针对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 关于初始职业呢 这一讲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